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17日 刚才看到万维网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认为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近些天来 受到关注度变得高一些 围绕他的正负两方面的消息都不断 说是他根据多维网的一个消息 看出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激烈的时候 也可能刘鹤不担不退 二十大会再继续上升一步 上升到什么位置 是国务院总理吗 他没有讲 只是用了一个词叫更上一层楼 首先我个人认为 不要把多维网看成好像是有什么上层受益 有些文章可能有一些受益 大部分文章都是自由来稿 自由来稿呢 因为他这个媒体比较有钱 发的稿费嘛 写的人比较多 那可能方方面面的一些人物 包括一些记者编辑 都有自己的途径 也是揣摩多维网的总的宣传基调 发表一些文章 有的时候大打擦边球 层层热度 也没有必要太认真的 因为什么 因为像刘鹤这个角色 你说再重用 就他这个能力能重用做什么吧 就别催 这是习近平的团队一种希望 就是有可能还想留用它 但是留用你想想有几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是什么呢 习近平本身能不能连任 现在都是一个未知数 阻力是相当大的 你看现在 我在上个节目曾经讲过了 你是选择习近平 他是选择冷战和热战 对不对 元老们都感到心里都有纠葛 虽然打仗 但现在你看这个形势 能不能避免这个热战 能不能避免冷战 冷战其实已经开始了 对不对 明显的像这个普京和拜登见面之后 这个关于追责索赔这个力度 只能进一步的升息 绝对不可能冷却下来 这个中共是非常被动的 走入一个死局了 自己把自己困在里面 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习近平考虑自己能不能 保持这个权力都是未知数的情况下 现在就开始考虑一下刘鹤上 这个实在是有点离谱 我认为刘鹤上不去这一个原因 就是习近平本身的这个扑萨过河自身难保 还有一个原因就刘鹤干了这一段时间 尤其打中美贸易战 大家都看到他的能力了 实在太欠缺了 人不要看你是从哪大学毕业 什么哈佛 什么去这么进修几年 或者或者怎么样 包括很多博士 我也见了很多啊 你真正让他写下文章看啊 是不是啊 讲讲看啊 就是说这个人呢 有没有本事 学问这个科班出身是一个方面啊 训练呢 是一个方面 这个学院时的培养是一个方面 更重要你实现当中怎么样 另外有一种天赋和能力 有没有这个灵性 你看他把中美贸易战 打到今天这个程度 你觉得 我是觉得不可思议啊 你这笨 你不能顺着习近平就是反制 因为你是贸易是顺差 五千五百多亿 你怎么反制 这太离奇了 是吧 而且他本身 没做过丰江大理 也没搞过外景外貌 一直是写材料的 就给那个市委市政府啊 郑彦时人物接触很多 省委省政府 都是写作的 就顶层设计嘛 就是在房间里扩思冥想 谢谢文章而已啊 这就你实在在一起 抓这个外貌外景啊 尤其是外事谈判 完全是外行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用它 就是需要这么一个跑腿的 他别人不相信 因为习近平疑心重 他总担心别人骗他 因为他自己能力差 怕别人胜过自己 又怕干好了功劳 变别人的 那么别人骗他 他吃亏他也不干 所以他就相信刘鹤 因为他是中学同学嘛 他觉得他刘鹤不能骗他 再一个刘鹤不能胜过他 所以他用刘鹤去打这个 中美贸易战啊 就是想用他来把这个李克强挤下去 就是要制衡着李克强 所以这个中美贸易战 为什么导致中美的崩盘关系啊 和就和这个习近平的格局有很大的关系 格局太小 没有从国家的这个宏观的大的利益啊 去看这个问题 派应该是再有意见要派李克强去 最少要派汪洋 因为刘鹤根本不能胜任 你看刘鹤以前管的 管的就工作 习近平给了他多少 什么中微 中小企业 民营企业 科技 重要都给刘鹤 就往脸上贴近的都给刘鹤 但是哪一件事 他干的就是像什么回事 现在又把这个 什么 领先第三代新片开发给他 给他他也没有招 你这新片和美 和这个台湾的台积电的差距 这根本都不是一个层次 就完全是一种妄想 一种开玩笑浪费这个钱财 是吧 你看武汉有很多生产的芯片 最后不都升了烂尾了吗 其实都是习近平被人骗了 他不懂 以为在台湾挖一个人 这个人就能搞出芯片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 它是非常复杂的这件事 需要基础 需要传统 需要人才 需要这个创新思维 需要法治环境 它是个综合的 中国为什么它不能创新科技 因为你想 谁有创造力 都是共性 都是听西核心 什么事能办好吧 是吧 权力那么集中 刘鹤就跑腿 跑来跑去 他自己变成两面片了 底下他忽悠 少爷忽悠 他也不干正事 你看他上一次 有一个座谈会 我是亲眼看见的 那是现场直播 那刘鹤来了以后 鼻孔超天 在座的四五十个学者 你是什么年龄的没有 什么学识的没有 卢纪委都在的 那你最起码 你代表习近平来了 是不是要谦虚 要离仙下识 要海纳百船 那有宽广的胸怀 领导嘛 不是要具体做事 是需要包容 中国人才有的是 你能把这人笼络住 大家都愿意跟着你干 心情舒畅 那你就干出大事 结果刘鹤不是这么一个人 他是具体做事 你就写写材料 这封信去送到A地 他送到A地 肯定不骗习近平 但是你说顺便从路上 这个路远路返回 再办点事 他就不行了 没有任何创新的思维 这我已经看明白了 所以这篇文章讲了 说他过去什么在这个 哈佛大学毕业 什么哈佛大学毕业 我见的也不少 有些人给我写的email 我一看 那都怎么说好呢 我又不想去贬低 人各有特长 就是有些人 可能他在某一方面 特别转营 在别的方面 你就是基本就零 就像我这数学是零 绝对是零 但是在这个写作方面 是不是啊 还算是有些特长 倒不是说写太好 那我要讲的时候 就用其所长 习近平这个把这个 一些人才都顾费了 那么好的人才 像汪洋啊 李克强也可以啊 当时要谈中美关系 谈判的时候 那一定胜过这个 刘鹤的这个 就百倍了啊 就非常可惜 就眼睁睁看着是半杂 宁可半杂了 我也不用别人 我我愿意 像小孩和他妈妈 打架吵架 赌气不就讲了 我愿意 他妈又是他妈妈批评 我愿意 很多小孩都这样啊 说习近平 从木总义上讲 也带有点巨婴这个思维 你看有本书 巨婴实在说 你看看就知道了 所以69岁的刘鹤 我看你赶快退下来吧 不要在上面混了 其实这个华尔街日报 是美国这个有关部门 故意散布这个消息 为什么就要探探中共的底 有没有可能把习近平免职 来避免中美对峙 如果免职的美国可能就 倒不一定搞什么热战了 肯定是要搞冷战 或者其他方式 是索赔追责的 就力度就准备降一降 结果他都发出消息 中共傻 他没有人才 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马上回应 刘鹤不可能下 还是刘鹤 胡宋华不可能上 那老美一看完了 干吧 就开始布局了 你看不出这个路子 这个美国是很厉害 他这个媒体都是真正假假 你千万不要以为华尔街日报一登 什么都是准确的消息 说不定也是 这个潜伏的这个情报部 故意搞这么一篇文章 是吧 就探探老共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换人 你要换胡宋华 当然兴趣就变了 胡宋华就可能要清算这个西家军了 但是这恰巧西家军绝对不愿干的 所以这个还包括刘鹤的儿子 这个负面消息放出 那都是这个有些这个意味深长的 这背景都很复杂 那么我本人认为啊 但愿刘鹤退下来 千万别留在上 刘鹤上就彻底完蛋了 但是看现在这个形势 我认为你共党能不能维持到二十大组织的问题 习近平能不能连任都是问号的 何谈就刘鹤的是不是 那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